我们刚看到了美国总统拜登16号出访沙鲁地阿拉伯 和王储穆罕默德沙尔曼来会面 两个人还碰拳打招呼 但这样的互动热络引发批评 美国总统拜登面带微笑 和沙国王储穆罕默德沙尔曼碰拳打招呼 友好的举动引发各界批评 美国情报单位研判 穆罕默德沙尔曼在2018年批准了 逮捕或谋杀异议记者哈绍吉的行动 拜登在竞选总统时 曾使言要严肃处理这个案件 让沙国不见融于世界舞台 如今却被拍到和穆罕默德沙尔曼互动热络 让哈绍吉的未婚妻痛批 拜登这么做相当于让穆罕默德沙尔曼 将来残害更多人 对此拜登强调 他在与沙国国王和王储的会议中 一开始就提到了哈绍吉遭谋杀的案件 拜登表示他认为穆罕默德沙尔曼 应该为哈绍吉之死负责 穆罕默德沙尔曼则否认有参与其中 声称已经追究涉案人士的责任 并反过来指责美国在伊拉克等地 也曾犯过许多错误 拜登此行努力修复和中东国家之间的友邦情谊 更特别强调不会在中东地区留下真空 让中国和俄罗斯有机可乘 对此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批评 美国等西方国家应该改掉老毛病 不要动不动就干涉中东事物 拜登这次出访也让美中在中东地区的角力 再度浮上台面 欢迎讯闻梁敏轩综合报道 在印尼举行的G20财长会议16日闭幕 会议期间 各国的财长在粮食与能源危机议题上取得了共识 但由于对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存在分歧的意见 导致会后无法发布正式公报 加拿大的财政部长更批评 让俄罗斯参加会议是荒谬的决定 G20财务部长们在印尼巴厘岛举行围棋两天的会议 16号正式落幕 期间各国财长在全球粮食安全的问题上 达成了强烈的共识 我们必须要与短期间的食物危险危险 以及更重要的 食物危险者的食物危险 包括随时和气候改变 不仅如此目前全球面临的危机 财长们通通都有进行对话 财长们在许多议题上都取得强烈共识 但是会后竟然无法发布联合声明 为什么呢 原来各国财长们对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态度出现分歧 俄罗斯被指控在乌克兰犯下战争罪 莫斯科当局当然是立刻跳出来否认 加上对俄国友好的中国印度和南非 在这项议题上都保持沉默 无法取得共识 财长们不同意发布联合声明 让这个曾经强大的经济组织出现了内部分歧的震荡 不仅如此还有成员国非常不满俄罗斯参与这次的会议 加拿大财政部长就批评 让俄罗斯参加会议的决定相当荒谬 根本就像邀请纵伙伴参加消防会议 只会让现有的问题更加严峻 淮宇新闻图文君综合报道 乌克兰货机的坠毁引发了一些想象 然而俄罗斯也正持续对乌克兰进行攻击 不止乌东前线地区中南北各地都被锁定轰炸 根据乌方表示 这波新的攻势竟然有70%是针对民用设施 无辜的乌国平民愤怒表示 这种行径竟然还会出现在21世纪 根本不可思议 门窗玻璃都碎了 建筑物的砖块全塌了 民宅被炸的只剩断源残壁 俄罗斯军队又在发动新一波攻势 而且这次竟然大多集中在平民设施 让当地一名83岁的老妇人伤心又愤怒 边擦眼泪边表示 他有话要对俄罗斯总统普丁说 人家有病人 人家有病人 什么是这样的孩子 人生都被人 人家有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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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国防部长萧伊古16号表示 要进一步加强行动后 乌克兰到处都可以听到空袭警报 想撤云霄 不止乌东前线 俄军也在北中南地区 发动多起空袭 第二大城市哈尔克夫 轰炸情况特别严重 奥德萨和盾内茨克地区 也都传出火箭袭击 中部蒂涅伯罗市的一家工厂专门生产卫星 太空载具 火箭等工业产品 也遭到俄军锁定轰炸 厂房完全被摧毁 更波及到旁边的民用街道 造成至少三人死亡 15人受伤 根据乌克兰表示 俄军这一波新的攻势 只有30%针对军事目标 其他70%都是针对民用设施 受害者几乎是平民 死伤数字更持续增加 让乌克兰国防部再次痛批 俄军行进是相当恶劣 欢迎新闻图文军综合报道 匈牙利总理奥班 正面临他第四任期 上台以来第一波的抗议行动 匈牙利国会12号 通过了一项税改修法案 将冲击数十万小型企业的权益 数千人就因此在首都 布达佩斯的街头上面来抗议 而这场抗议行动 目前已经进入到了第五天 数以千金的民众 将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街道 挤得水泄不通 他们正在抗议 澳门政府最新的改革措施 匈牙利国会12号通过一项税改修法 将大幅提高小企业的税付 数十万的小型企业都将因此受到冲击 而其实不仅如此 因为无二战争的关系 匈牙利现在不但面临能源危机 电力和天然气价格标涨 国内通膨来到二十年新高 欧盟资金也陷入困境 造成民不聊生 群众再也受不了 走上街头抗议 数千人就在布达佩斯市中心游行 高喊要总理澳班滚蛋 这一系列的抗议行动 已经进行了好几天 这也是澳班自从四月赢得压倒新优势 获得第四个任期上台以来 首次面临最严峻的民怨挑战 环宇新闻图文君综合报导 丰富 大地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